早晨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有兩件事要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U18 剛剛贏了聯賽杯的冠軍 即是他們自己的聯賽杯 對手是曼城 結果是2比1 我沒有看全場看精華 看精華的感覺跟一隊相似 很早的時間已經贏了2比0 下半場基本上被曼城打 結果也被人成功追回一顆 幸好跟一隊的分別是 也說他們緊守著最後的一球 結果也是2比1 捧了一杯 那我們 真是 一隊的足總杯的決賽 又是對著萬成 會不會可以像U18 那樣頂得住 而最後的總杯呢 真是到時才知道 不過我想大家都可以留言說說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對著萬成 說一隊那個 因為U隊就贏了 也很恭喜U隊 因為他們之前剛剛贏了 北部聯賽的冠軍 現在又贏了這個聯賽杯 看來這群年輕人 都有些幾好的前景 但我還是說一句 U18我們曼聯這幾年都做得不錯 但去到U23 就完全跌倒了 至於為什麼呢 有機會慢慢再和大家分析 第二件事 就是坦克剛剛做了 下一場波之前的記招 搞到氣氛非常之僵硬 我們也和大家說過 其實坦克未來之前 我們也聽過一個荷蘭記者 說坦克和傳媒的關係比較差 之前一路呢 尤其是上屆 比較順一點點的時候 都不是這麼繃緊 現在越來越繃緊 因為我們的成績 越來越不像樣 其實真的 所有的成績都是很緊緊熟 說真的 連3比0都可以輸回3球 這個不是緊 即是你說也沒有人相信 正所謂 好 但是呢 坦克的確面對這些疫情 就不一般地會處理 跟大家說說 他那個記招裡面一些 花絮 一進去記招還沒開始 有些記者就 你知道他們 英國人那邊最喜歡說天氣 不是說早晨 正常禮貌 Good afternoon 即是晚五安 然後呢 阿坦克竟然就說 喂不是喔 不好意思 是Good morning 因為當時呢 那個記招是11點45分 上午舉行的 然後呢 還要串多一句 喂 醒神 我發覺呢 即是他說Sharp的英文 他說我發覺 不是每個人都很醒神 即是不是Sharp 然後有人問 你知道英國的記者都不是省油的燈 究竟是誰啊 他說 大部分人 哇 你看看 即是一開波 那個記招都還沒開 已經搞到這麼囂張 那怎麼會氣氛良好呢 當然 你這樣去晉級這個足種杯決賽 這個氣氛當然是不會好的 這個事實 那麼呢 記者當然也不會跟你客氣 第一樣東西就問 究竟你對於贏了高雲地利城 而進級決賽 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回應 大家就說了 即是坊間說那些 是不是embarrassing 即是很尷尬 即是你們說了很多 媒體說了很多 他說沒有 絕對不覺得 因為呢 這些所謂的尷尬的回應 是你說的 他說呢 最頂級的足球 就是關於結果的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決賽 也是值得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不只是這場比賽 之前的比賽呢 我們也是打得好 才會去到這個決賽 我們的確 在最後的20分鐘呢 完全失控了 我們也有一點點不幸 3比2 3比3 但是呢 去到最後呢 我們又幸運 因為呢 那個戶射12碼 做得非常之好 我們也是 入到決賽那隊 這個來說呢 是一個很大的 achievement 來的 就是一個 一個 都是一個 成功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兩年裡面 我們兩年都入了出眾杯決賽 而 他說他自己啦 作為這個萬聯的領隊兩年 四次入了 杯賽決賽呢 其實來說呢 就是說那些comment 就是說這些留言 才是disgrace 就是那個disgrace 就是不 disgrace 怎麼說呢 不懂中文了 大家自己想想 DISGRACE 自己google一下吧 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男兄男弟 啊車仔呢 昨天天是輸5比0 比阿仙奴 那也都就是 問ポトティノ 是不是disgrace 啊 這個字disgrace呢 這兩天都成為這個 這個 就是啊 我們 跟車仔 這兩天都成為它 這兩天都是一樣的東西 東西 都是海鮮球的一個共通點 然後問了一些東西呢 沒有什麼大礙了 問問一下他 的諘叔叔 那些東西都沒有說 有什麼好說 都是說一些換面說話 另外呢 亦都 講受傷的情況 大家亦都真心說了 不是真心說 只是他這樣說 加拿祖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亦都要提早換他出來 麥湯呢 真的都搞成踢不到的 接下來的一場球 福仔也很囂張 班奴呢 亦都在手上有些問題 不過應該就OK 所以我們去到明晚場球賽 都會有些 兜浮的球員 然後亦都被問及對於歐洲賽資格有沒有機會 他就說 還有希望的 我們都要贏每一場比賽 作為晚聯 都是那些廢話 還有如果沒有搞錯的話 贏這個竹總盃的冠軍 假設贏到了 好 假設應該是有把背踢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這個也未有時間去檢查 不過應該在我的記憶之中就是這樣 如果我記錯的話 大家請留言 最重要是給我資料來源 我可以搜證一下 暫時我的記憶就是這樣 亦都講及兩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第一 整天去到 賽事的後半段 就不太集中 而輸球 坦德就說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好的架構可以令到我們入球 而去到一個贏的狀態 你看到我們第一球球都是很漂亮 很多時候第一球球 其他比賽都是 但是 章場比賽到最後要贏得 就是一些 我們要繼續去做好的 未做到 未做得好的 這個就是關於心態 體能 我們現在這些工具就未做得好的 說真的 正如剛才一開始不是說我們U18贏了球的 贏了萬成 但是其實 都是有這個同樣的問題 所以 這個問題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是曼聯的問題 Sorry 應該這麼說 不只是我們曼聯的問題 亦都不只是球員的問題 而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就是坦克 因為坦克就算 在阿積斯的時候 或者他打令阿積斯在歐聯的時候 都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坦克未來曼聯之前 我都跟大家說過他的足球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他的想法就是可以入球多過來 當然啦 足球當然可以入球多過來 但是他覺得他有信心入球多過來 所以 後面經常都會有失球 尤其是你看回我們曼聯 今季的賽事全部都是尾段失球 因為他自己也說 心態 真的很難說 很難去測試 但是體力 我覺得是為何我們 尾段輸球的情況 OK 所以 他也說了事實 但也是這樣說 正如我上一集節目 在最後問大家 坦克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朋友真的很聰明 絕對是明白到我說什麼 其實坦克 他的能力 大致上就是做到這些事情 就是來到這裡 這個尾段無力的問題 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OK 暫時他沒有能力解決 也 球會沒有能力幫他解決 所以 這件事 只要坦克一天在曼聯 而 曼聯的球會本身 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幫到他做這件事 例如怎樣可以提升球員的體能 去到90分鐘都可以踢到坦克的加坡 又或者有足夠的後備給他替換 令到 正選加上後備的體力能夠捱到90分鐘 或者保持 這些 全部 都是 就是 大家要一起努力 還有 如果你要留下坦克的話 一定要有其他辦法 去解決到 或者幫到 坦克的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只能這樣說 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再加上雙病解決不了 這兩個問題也解決不了的話 基本上坦克留在曼聯 就必定失敗 我只能這樣說 所以 很多人現在說 究竟下一季坦克應不應該留在這裡 或者Sher之妹會給他機會 其實以上那兩個問題 如果 有一些求會的能力解決到的話 坦克真是 可能 留在曼聯也還有一些用途 不然的話 就真是恭喜他 今次來到 多謝各位傷心失禮 拜拜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